太阳之下有无数新鲜事 欢迎收听大象工会 一天一个冷知识 太阳之下有无数新鲜事 你好 这里是大象工会 我是盛伟 茶是中国送礼文化的最集中体现 是身份 等级 地位的象征物 旋律与金钱决定了 什么茶能成顶级茶 什么茶只能是低端茶 也决定了茶市行情 今天本文作者黄章进 为我们梳理了一下 茶的中国政治经济学 1961年春 周恩来陪外宾造访龙井茶 著名产地之一梅家物 喝完最顶级的名前龙井后 特意向周围人强调 龙井茶的味道这么好 倒掉太可惜 盐碧将茶根倒入口中 咀嚼咽下 周恩来懂茶爱绿茶 但喝完茶汤后吃掉叶子 显然不是绿茶之道 这应该是向毛主席喝茶习惯的公开致敬 毛泽东喝茶喜欢吃掉茶叶 而周恩来吃茶叶的记载仅见此一字 不过总理将盛茶倒入口中的吃茶动作并不专业 毛泽东的吃法是用三指直接捏了茶叶送入口中 这是喝熏茶留下的习惯 熏茶为湖南宁乡平江望城湘滩香阴香阴香香香等地 乡村独有的茶叶加工方式 即将新鲜茶叶在铁锅中杀青后 再用柴草骨汤用类似熏腊肉的方式烘干而成 虽属绿茶却呈黑色 闻起来有股凶猛的烟火味 熏茶不像一般绿茶 只摘春茶曲心嫩叶 故茶叶粗糙 精泡耐嚼 茶味浓郁 甚至略有回甘 所以熏茶区人民喝茶喝完茶汤后呢 都会用三指捏了茶叶放入口中咀嚼 这是标准动作 中共高层中毛泽东 刘少奇 彭德怀等人 皆生于熏茶区 饥酒成习 毛泽东后来虽天天喝龙井 却是把他当熏茶来喝的 当年周恩来喝完茶后 特意留下几脚钱以为茶资 喝掉的那点茶实际卖不到这个价 但普通人也无法以这个价买到它 今天正宗龙井或壁罗春等顶级绿茶 依然是首长们的最爱 茶和烟酒一样 在中国是带有强烈送礼特征的特殊商品 送礼会导致极大的差价 这使得中国烟酒茶的差价举世寒批 香烟虽然是高度工业化和标准化的产品 完全不讲产地实令 但最低端和最高端的差价仍达500倍 市面上能见到的白酒 最大差价近千倍 若算上拍卖会上的天价 则会接近10万倍 中国茶叶生产高度分散 没有厂商品牌 只有产地品牌 非常讲究产地实令和故事 制造价差的理由极为强大 所以最便宜的专茶与最贵的茶 就有上万倍的价差 若算上各种拍卖会上的天价 价差可达50万倍 所以你去茶叶专卖店 销售会通常问你是送礼还是自用 只是能卖出天价的产茶地 茶农佐德也远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多 能从当地品牌获得最大溢价收入的茶农 大概当数被认定为正宗西湖龙井的几个寸落 即便好年井一目茶田所得三五万元 这已是上限 而售价堪比毒品的茶叶 虽在中国多不可数 但茶叶均价并不高 2012年茶叶行业的生产总值 每斤不过27元 出口茶叶则半只 由于农药残留的恶名 2011年10月 欧盟实施的新法规对中国出产的茶叶 显然有针对性歧视 譬如限定抵达的空港及海港 由随机抽茶改为10%的强制检查 费用由企业承担 自用茶还是送礼的商务茶 外观就能区分出来 无论花茶绿茶红茶乌龙茶 自用者包装简单朴素 往往仅以满足密闭 不易变质的要求即可 而商务茶包装则唯物隆重奢华 有时包装成本甚至高于茶叶成本 无论是绿茶还是乌龙茶 多用红紫金 风格类乎2011年APAC会议上的糖装 浓浓的中国风 当然直接送的茶 包装上依然秉承一贯的低调朴素 与廉价花茶绿茶外包装并无显著区别 要么是寻常的铁罐内 封以锡纸袋装的茶 要么就是内衬防潮锡纸的牛皮纸包装 外面再套一塑料袋 外包装上简单的印上产地名 能占据顶级生态位的茶只限于绿茶 乌龙茶和普尔茶 花茶和红茶即便有少数名品 也只能占据终端生态位 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花茶红茶 素来与产地关系不大 尤其是与那种能精确到某一山头 甚至某一棵树的说法无缘 而品质与精确地域挂钩正是绿茶 乌龙茶和普尔茶的强项 绿茶格外讲究水土 石令 炒工等特别容易制造传奇的素材 而且风味保持对储存和物流要求极高 所谓不开包一年开包一个月 自古以来最顶级的生态位 就为少数绿茶把持 西湖龙井自1949年以来持续获名人加持 美誉度最高 太平侯奎2002年后突然爆红 2012年相对滞销 亦是如此 乌龙茶是后来居上者 较之绿茶不足之处是90年代才打开知名度 缺少伟人加持的历史 1949年毛泽东在福建代表送来大红袍时 就曾批示以后留在地方不作特供 但大红袍90年代上位后 只能硬着头皮制造一个 毛泽东将大红袍送给 尼克松当国理的故事 好在乌龙茶背后有福建茶商专业而强大的商业能力 尤其是他还伴随着90年代从台湾传入的茶道 穿着奇怪传统服装的小姑娘 极具仪式感表演茶道时 官场和商场上打拼的中年男人 顿感被男怀紧附体 抚养之间吐纳的都是文化 普尔茶是不按上述牌里出牌 却大获成功的艺术 除了砖茶 所有茶叶都唯恐包装封闭不严 导致串味走味 譬如顶级绿茶 古人为防止寿巢 会先用小檀蜜蜂 置于大檀之中 再填充以木灰 木灰还要定期更换 略不讲究者 也会以生石灰作为防潮剂 读普尔茶不必在意收藏 流转甚至把玩时生成包浆煤变 甚至越是吸尘器和除臭剂的茶饼 越是名贵 普尔茶的原茶传统上 只多被认为二流 其加工工艺也未必 比得上十元一公斤的砖茶 发金花是浮砖茶的标准工艺 近年专家认为生成金花的菌种叫贯突散囊菌 不但对人有益 且能抑制其他菌种 普尔茶虽无此工艺 但也颇认金花养生之说 若带点黄斑 哪怕它只是黄曲煤 就足够藏家为手中的金花普尔激动半天 成工人士需要顶级好茶显示身份 但顶级好茶和普通好茶之别 一般人的舌头实在分不出来 而且假冒有如此之多 所以通过普通销售中端销售的 最多只是中高价位的茶叶 价美金数千甚至过万元的顶级好茶 只能依赖熟人的流转才能获得信任杯数 成功解决信任问题的是乌龙茶 遍布全国的茶庄茶楼 一边做普通人的生意 一边以会员制方式 与当地高端客户建立稳定私密的关系 这使得顶级乌龙茶的消费者 即使与产地相距遥远 也会相信他得到的茶 确实来自不凡的山头 缺少足够过硬关系和渠道的 高级绿茶爱好者 就很难确认 与其身份匹配的远方绿茶 是否真的来自于传说中的山头 于是出产绿茶但知名度又不够的地方 虽有了明茶尚未的机会 本地能出产顶级绿茶自然就解决了信任问题 这需要专家挖掘本地传说 晒出最好的山头 严格工序标准 并有了美金数千甚至上万元的明茶 当然好茶明茶并非自行宣布就算数 虽然传统的十大明茶流行版本各一 但贸然加三并不容易 好在还有全国性评比 譬如较有公信力的中茶杯 自1995年以来两年才举办一次 相当严肃 并不是参加就能获奖 以第七届为例 21个省市区选送的476个样品 经过专家认真审定 有306个获奖 获奖率64.3% 其中特等奖76个 一等奖230个 要做大做强本地明茶 还要有广阔的国际事业 2015年有70多个地方明茶 在米兰世博会上获得百年世博会金奖 不过扎堆拿到国际金奖后 即使出动电视台 报纸集中宣传 庆祝时不见一个洋人 国际化的说服力还是略显薄弱 云南滇红集团的手笔就大得多 2013年11月17号 英国皇室卡特里娜公主 蒂达昆明 参加中英茶文化高峰论坛 并为滇红授牌 中英友好茶园 皇家特供庄园 什么茶是好茶 保健医生的意见当然也很重要 绿茶呢 天然符合今日流行的绿色原生态 自不必说 即使更喜欢红茶口味的西方人 也将信将疑 至于对人的各种好处 反中年男女最关心的 除了壮阳 每种茶都能提供全方位救助 抗癌 降血脂 减肥 养颜 抗衰老 除了对乌龙茶有根深蒂固偏好的福建广东 中国无论适合民系 官员普遍 更钟情绿茶 除了传统惯性 它还有冲泡方便 一体现简朴的特性 适合在保温杯中酒泡 而乌龙 普尔和各种红茶都是入水慢出汤快 若领导怀里抱的是乌龙茶 将一个小时茶汤已经苦得无法入口 乌龙茶和普尔茶显然更适合在私密场合 当喝茶作为一种社会媒介时 仪式感越强 茶具越复杂讲究 越能营造宽松舒适的社交氛围 尤其是他们不像绿茶 开水入壶后 茶汤必须迅速倒入军杯 盛热分给众人 颇能体现共享共赢之意 若每人面前各摆一杯清茶 多少会让精心布置的会所显得包装过度 所以企业家们谈合作 乌龙茶和普尔茶才是更好的媒介 以上是今天的内容 这里是大象工会 我是盛伟 下次见